他是一位典型的吃货 为了吃一口美味的鹿肉 他可以去深山里打猎 获取新鲜的食材 当场满足口腹之欲 那种幸福感 让他深深地着迷 他叫史蒂文 是一名全职猎人 今天他来到阿拉斯加的中部地区 这里有一座高耸入云的雪山 山上生活着一些黑熊 没错 今天他的目标就是黑熊 即使是这种可怕的掠食者 依然也只是史蒂文的菜单之一 此时的黑熊主食是蓝莓 靠此增肥的熊肉 会含有天然的植物芳香 味道美味极了 他把车停在了河边 然后乘着冲气阀 进入了这片未知的区域 接下来就是徒步前进 虽然雪山感觉近在咫尺 但是走起来 距离还是非常遥远 经过了一段时间 他在地上捡起来 一根黑乎乎的巧克力棒 这是熊食用蓝莓后 留下的产物 而在旁边的树上 还有几根毛发 颜色却有些发挥 看来这是一只灰熊 并不是史蒂文寻找的目标 于是他继续前进 但没走多远 地上出现了一个硕大的脚印 这绝对是灰熊留下的痕迹 史蒂文并不想遭遇灰熊 灰熊的体型庞大 更具有攻击性 很容易将人撕碎 接下来他需要小心谨慎了 他沿着一条小溪上山 并时不时地拿出望远镜观察 却没想到 视野里正好出现了一只黑熊 这个发现令他瞬间兴奋起来 看到黑熊飙肥体壮 他更是激动得难以自控 马上开始了攀爬 向着黑熊的位置前进 但山路陡峭不平 严重拖慢了他的速度 不过等他看到新鲜的江国 他明白 自己已经进入了黑熊的领地 而且视野里还能看到几只山羊 山羊活跃在陡峭的山顶上 它们鲜有敌手 虽然山羊肉也很美味 但史蒂文这次的目标是黑熊 而在更远的山上 有一只移动的黑熊 史蒂文不确定 这只熊是不是之前看到的那个 不过他居高临下 如果贸然追上去 很容易被他发现 就在史蒂文犹豫的时候 突然看到半山腰上 竟然还有另一只熊 这下目标确定了 他快速地追了过去 等他费尽千辛万苦 爬到一处高坡后 往下一看 那只熊果然还在这里 虽然他已经在射程范围内 但是蒂文并没有开枪 因为黑熊处在陡峭的悬崖边上 底下则是深邃的峡谷 如果他的尸体掉入其中 能否找到将是一个未知数 犹豫了片刻后 他决定放弃这次的目标 却没想到 黑熊主动下山了 这可能会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史蒂文快速地往下走 而黑熊也加快了速度 按照这个情况 双方很有可能会在某处会面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 史蒂文时刻紧盯着目标 终于被他找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机会 而黑熊也刚好停了下来 于是一颗子弹划过了天际 瞬间打入了黑熊的身体里 吃痛之下 他不禁狂奔起来 但子弹命中了要害 黑熊在晃悠中摔倒在地 并且顺势翻滚了几圈 史蒂文坐在地上 稳定了一下激动的情绪 然后缓缓地走上前 确定目标已经死了 但此时太阳快要落山 他必须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了 那就是把熊的尸体留在这里 等到天亮后再来处理他 不过内脏还是要及时清理 避免细菌的滋生 告别了黑熊后 他踏上了反城 北极光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之一 他一边欣赏美景 一边回到了营地 一夜无话 等黎明再次光临这片土地的时候 他已经踏上了路程 他有些担心尸体是否还在 毕竟这里有很多野兽出没 路上他看到了一些乌鸦呼啸而过 这令他有些不安 乌鸦最喜欢出现在杀戮现场 史蒂文必须得加快脚破了 在他手脚并用的情况下 终于赶到了现场 还好黑熊依然躺在这里 略微松了一口气的史蒂文 立刻开始了肢解工作 因为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 很有可能会吸引来灰熊的关注 虽然黑熊是以姜果为主食 但他依然囤积了厚厚的脂肪 史蒂文感觉手上 都是满满的油腻感 他喜欢这些脂肪 回去后可以提炼出动物油 食用起来健康又美味 在他看来 这些脂肪是无价之宝 万万不能丢弃 经过一段时间 他把肉分类打包起来 然后背上行囊 向着营地出发了 由于身上背着重物 下山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 渴了就喝点山泉水 累了就休息一会儿 终于在两个小时后 返回了营地 接下来将是他最期待的环节 他先是生了一堆火 然后打开包裹 从中撕下两个小块的脂肪 像切寿司一般 将脂肪切成几片 再把它们切小一点后 放入锅里 小火一烧 脂肪里就会慢慢地渗出来油 现在可以往里面添加肉了 他从大腿肉里 切下来一块红彤彤的肉 再把它切成几个薄片后 放入锅里煮 随着温度的提升 只见油不断地沸腾 等待了一会儿 肉已经熟了 拿起来一块肉 看他低油的模样 令人食指大动 史蒂文张开血盆大口 一口就把肉给含在嘴里 嚼了几下 一股芳香 瞬间弥漫在口腔里 此物质应天上游 人间难得几回闻 史蒂文已经深深地陶醉在其中 今天他要痛痛快快地 饱餐一顿了